扛著好幾代現金跳上轎車逃離現場 這是去年11月五股ATM搶案的事發畫面 嫌犯內城通萬鬼 以為迅速逃逸就可以躲避追氣 但短短兩小時就被當街圍捕 警方可以在兩個小時內就鎖定嫌犯 就是因為背後有監視器當輔助 不過你知道嗎 其實路口監視器分成兩種 其中羽絨系統可以辨別車牌 成了破案的關鍵禮器 路口常見的監視器只有錄影功能 如果案件發生 原警必須先知道確切事發地點和時間 查看系統之後才能監看犯嫌逃跑路線 但是雲龍系統只要輸入車牌資料 就能顯示出行經路線 甚至經過哪個派出所 大幅提高辦案效率 那因為歹徒犯案幾乎都會使用交通工具 不論是騎機車或是開車 只要有車牌就能變速出車號 就算使用假車牌 在車幣系統的監控下 一樣能無所遁形 看看數據來看 截至今年三月 是有車牌辨識的監視器 北市共有四百九十支 新北多達五千四百三十九支 數量相差超過十倍 就怕北市治安因此受到影響 土地面積以及人口數 等實際需要來規劃設置 那我們監視器的支數 除以這個轄區的面積比例 高達百分之五十七點四五 可以講說是六都密度最高的 就算覆蓋率是六都第一 但距離完成還有將近一年時間 該怎麼避免施工空窗勤 影響治安才是北市警方 等要面對的關鍵課題 近視為陽性王 陳毅 採訪報導